哈喽大家好 就说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 怎么说呢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属于智商非常高的人 就是 他有一次过来问我说 你智商测试多少分 然后我就问他你呢 然后他就是 他不告诉我 但是 就那个表情一看 就是好像很高的样子 然后呢 但他非常聪明 他本人被一个就是 就是 美国一个非 就是顶尖的大学之一 然后录取 然后呢 人家愣是没趣 就是 很自信就是高智商 然后 然后呢 他要是那个 就是最感兴趣的人 他会怎么做呢 他就 他就去搜啊 搜什么 LinkedIn啊 Facebook呀 然后 去Google他的名字 他做很多很多的 就是那个调研 就是research 而且呢 他是非常 就是擅长research 他就是一旦他就是做这个调研 他就是做的非常仔细 从 甚至从出生到爸爸妈妈 然后到 学业 然后到 现在有没有在交往的对象 交往过打学对象 最近的状态是什么 他都可以一一调查出来 这是我真是佩服他 所以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趣 然后呢 嗯 他碰到喜欢的人的时候呢 他就会盯着他看 就是 而且会忍不住不跟他说话 嗯 虽然有的时候呢 他喜欢的人呢 并不理他 但是他还是忍不住 要跟他们说话 然后 他也是有一种 屹立不倒的精神 就是 即使是被拉黑呀 被 啊 就是被不理会的 他都是坚持去说 所以 他是一个 其实是个很长情的一个人 然后 嗯 其实呢 嗯 我就会觉得这个比较有趣嘛 嗯 但是呢 但是如果你说 嗯 如果呢 想对 那些 Google我或者是 色吃我的人说什么的话呢 其实 就是还是很感谢 嗯 就是我希望就是 嗯 不会让你们尴尬 嗯 所以呢 今天呢 嗯 因为啥吧 今天我还跟他聊起来 我说 嗯 我说我感觉好像有人Google我 有人就是 就是 就是有人 就是 research我 然后他说 然后我说我好尴尬呀 就是 然后他说 嗯 不会啊 他才尴尬呢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 嗯 我希望就是 嗯 彼此都不要尴尬 然后 嗯 嗯 就是 嗯 最后的最后嘛 就是希望就是 所有人都能够找到 嗯 他心仪的非常好的对象 嗯 祝所有人呢 都能够 嗯 开心幸福的过一生 加油 嗯 嗯 嗯